三国时代英雄辈出 猛将如云 英雄如刘备 曹操 孙权 将领如吕布 赵云 关羽 马超 张飞 徐楚等 这些英雄豪杰的威名 一直流传后世 直到今天仍然是老百姓而熟能详的人物 三国最中心的猛将有哪些人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四 点为点为被曹操称为古之恶来 在曹操征讨吕布的时候 被曹操目为宪政 而后由于其表现勇猛 被曹操封为校尉 成为曹操的贴身保镖 只可惜死的悲惨 他为了保护他老板曹操的兴趣 中计而死 点为可以说对曹操是死心塌地的 以至于在他死后 曹操经常在同样救过他性命的徐楚 曹红面前说点为的好 可见 点为在曹操心中的地位 还是蛮高的散 严刑严刑曾经他单挑过马超 结果最后马超竟然被他打得再也不敢来了 仅凭这一点 就已经证明实力是远在马超之上的了 这么看来他的功夫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只可惜他的医生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成绩 也就不被外人所知了 据说当时和马超对战的时候 差点用长矛刺到马超的脖子 二 关羽关羽作为刘备曾经桃源三结役的兄弟之一 一直都对刘备忠心耿耿 哪怕过五官斩六将 也只是为了回到刘备的身边 真是不愧对关二爷 等大名 可以说是非常忠诚了 千百年来 关羽就是一包云天 忠义无双的代名词 囤土山约法三世 斩了炎凉文仇后 得知刘备消息便挂颖而去 千里走丹记 过五官斩六将 败走麦城后慷慨赴死 一 董城东汉晚期的将军和外妻 刘邪非平之父 汉县帝董仁民 董城最初是董卓女婿牛府的下属 李爵 郭四 樊仇和张继是老同事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他被描绘成一位对汉县帝极为忠诚的大臣 他收到汉县帝的一封信 组织刘备 家族系列 吴子兰 富士等人在曹操最强大的时候 密谋杀害曹操 被称为七一灭曹集团 最后被曹操杀死 可谓千古无二